这么急吗这个菜 这么着急就出来了 这个菜这么讲究火候啥的 你们让一下让一下 我到当中 对对对 当心烫 你们要站起来 站一下 没有火 看一下 好香啊 羊肉我闻到了 不是 哇 冒着气 哔哩巴拉哔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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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声音我给满分 五火烹调 这是用食物的热度把食材加热 我突然也后悔前阵子 把那个没用的鱼缸里面的石头都扔了 闻到香味了 好了 你们可以拿筷子过来吃了 那么也可以过来吃了 不客气了 我进水楼台先得月啊 哎呦 好香啊 快点 好好吃啊 这道菜早上啊 这道菜呢 其实我在二十年前 其实我们有一个餐厅 当时呢我就设计了这样一道菜 当时这个菜呢 是我们非常非常一个爆款菜 好嫩啊 太热吃 因为我记得就是十七八年前那时候 杭州很流行一道菜 叫鸡蛋碰石头 其实最早做的叫桑那虾 它就是石头之后把虾放了水一道 一盖那虾熟了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以前包括我们实际操作餐厅 卖的爆款的一些菜 后来很多餐厅不做了 那么我觉得我有这个义务 在这个节目当中展现出来 那么更容易让我们线下的餐厅 可以在那里可以实现 这个就是抢成一片 内部都是要靠抢才能吃到几片的 就是赛大厨就是这道菜都好吃到 想等这个石头凉了之后舔石头 给你留着 你放心 舔这石头回去我能喝半仙吗 你吃的爽不爽 爽啊 因为刚才刷大厨在我边上做的 那个香味跟那个声音 就是有一种色香味俱全 也太香了吧 好吃啊 好吃啊 我很想来碗米饭 韩芸吃得怎么样 很好啊 你怎么你和贝贝俩人的形容词 除了很好还能不能有第二个 就是这个让人就是 守得迎开见月明 就是就亮了 哎呦 说实在的 我小时候见过重庆在江边 他们一种吃鱼的方式 也是用石头 然后把这个鱼肉切得薄薄的 就像帅大厨一样把这牛肉切得薄薄的 薄薄的今天又刚好喝我的胃 关键是这种形式长这么大 好像还从来没有体验过 原来用石头来烹饪食物 它的妙处其实并不是一个猎奇 而是它可以让肉质一直保有它的一个好的温度 所以吃到嘴里永远都是有那个焦焦香香的温度 如果我们在家里要是做的话 我给几个建议 第一个这个石头呢 洗干净之后呢要泡油 再洗掉 你再去烤 因为如果直接是这个石头 你洗干净 你去烤的话 它会很危险 它有时候可能会 你正好在炒作它爆 它一爆的话可能会炸 就伤到人 帅大厨很了解我们 都知道我们要回家动手了 我回家就想试试 还让您说了这个点 谢谢大家